1997年6月30日下午,港英政府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举行告别仪式。下午4时30分,英国国旗在日落于音音乐中缓缓降下。根据英国惯例,每一位港督离任时,都会在港督府前举行降旗仪式。但是这一次不同,永远不会有另一面英国国旗从这里升起。 英国皇家警察将刚刚降下来的英国国旗交给彭定康。彭定康手捧国旗神情沮丧,呆呆地站在仪式现场,身边的妻子和女儿则已泪流满面。1997年6月30日晚上,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即将举行。即将就任特首的董建华和彭定康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。图上两人的姿态与时局极为贴合,董建华满面春风。 正以主人的姿态向记者打招呼,而彭定康则表情木然。只和记者简单打了个招呼,就转身离开。 1997年6月30日深夜11时30分,香港主权交接仪式在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意大礼堂举行。 7月1日临时交接仪式现场,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冉冉升起。从这一刻起,香港回到了阔别百年的祖国怀抱,就在仪式现场国旗升起的同时。 正在街头执勤的香港警察,立即换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警徽和警用标志。 对于这一刻,他们也期盼了很久。 7月1日清晨6时,解放军第一批驻港部队从文警渡、黄刚及沙头角三个口岸进入香港。 他们均容整洁,显得十分威武。 6时15分,驻港部队驶经上水马会到时,受到了首持国旗和特区旗旗群众的家道欢迎。 1997年7月1日晚上,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登上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安那号离开。 寓意英国从海上来,又从海上离开。 其实,他们早就明白,香港的真正主人是中国人民,他们迟早都要离开。 就在不列颠安那号即将开船的前一刻,跟随父亲彭定康一同离开的彭杰斯、彭丽丝和彭雅斯三人再次哭成泪人。 香港欢迎你们再次回来,但是以主人姿态的欢迎客人的到来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